转型智慧工厂只有机器人并不够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成功辨识物件的机器人 在应用上就会受到限制 不过如果是AI 3D视觉的机器人 就能够突破这样的限制 真正符合我们产业所需要的 弹性制造的需求 此外在少量多样 或者是产品易变性高的生产线环境下 机器人往往无法自我辨识判断 通常需要透过人工 将凌乱的物件摆放整齐之后 机器人才有办法顺利的取料 目前所罗门所研发的方案以及服务 已经能够解决传统过往视觉的方式 没有办法处理的产业的困难 更加符合弹性需求 并获得国际嫌三大的物流商 以及多家的全球500大企业来使用 现在让我们邀请所罗门股份有限公司 中业亚美产品经理 针对AI3D与智慧制造及物流应用 再给我们多一点深入的分享 続きましてソロモンテクノロジー 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 本公司在台湾 本公司是在台湾 但是我们在全球也有推展 本公司最主要是以软体开发为主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产品系列 本公司的产品当中 在软体方面有Occupic 还有Random Bean 就是RBP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以视觉为主的机器人 那SoreVision 它有检查功能的制品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相机 而这一些营收呢 还有它的最主要的绩效 我们来看一下 以往的机器人的手臂 跟接下来的机器人手臂 最主要要达到的呢 就是以往的机器人手臂 它要达到自动化 那同时呢 大量生产为主要的目的 但是我们未来的机器人手臂呢 它最主要是少数少量 也就是客制化的产品为主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公司所开发的这些软体呢 就可以发挥它的功效 以往的自动化当中 我们常用到的就是类似 这样子的煤盒调和 也就是说 大家会透过这些机器手臂的 教导之后来让它作业 那这个是可以适用在大量生产 但是如果是少数多样的话呢 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完全来因应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所以只要是产品线 它如果是换线的话 就会产生时间上的这个损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开始使用AI 使用AI的原因最主要就是 人类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试着让机器人也去做 那AI呢 它就可以去叛变 比方说 首先让它认知 像猫咪就是长这个样子 狗狗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让它透过这些 这些影像让它去学习 让它知道很多东西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焊接的这个检查 上面的是 我们拿到上面的样品 然后让AI去学习之后 让它能够做出来 能够检查出这些焊接的结果 那我们如果来 透过动画来看的话呢 透过影片来看 就可以知道它是这个状况 它在移动的这个状况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地方到底焊接的好不好 那同时呢 它也会给我们打分数 就是看它焊接的结果如何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组合 本公司来讲呢 最主要是以软体为主 那在这软体的运用当中 我们也有机器人相机 那这些机器人相机 也会跟许多产品 做一个组合 那同时呢 我们跟Universal 跟Kawasaki公司 也都有合作 那在视觉的这一部分来讲 我们在相机的感测器 也会用许多公司 许多厂商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 Arcupic 3D这个产品 Arcupic这个产品呢 正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在智慧制造当中 其实有时候人类 他可能没有办法 做一些太重劳动的工作 或者是说 在很难让人类 在里面工作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 机器人手臂来进行 那同时呢 在这些人类很难做到的 这些部分 用机器手臂 那同时呢 它可以取代人类 同时它也可以24小时 毫无休息地持续运作 那我们得过许多的奖项 欧洲 台湾 中国等等 我们获奖无数 那这个是我们得奖的一些 得奖的一些软体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机器人AI的一个合作的状况 那首先呢 我们就会透过相机 然后去把它扫描之后 让它去减货 那这边最主要就是 像操作人员 也就是说这些操作人员 它完全没有任何工程背景 没有任何这些 城市设计的背景 也可以操作得很好 你知道很简单地 把这些ICOM放到中间 然后把它整个接续起来 连接起来 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 一个连接图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设定 很多机器人的一个状况 首先我们会让机器人认知 那认知了之后 它的学习就完成了 然后在那之后就开始进行操作 那现在开始减货 好的 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像类似这种产品 像以往我们可能需要作业人员 它本身如果说没有工程的背景 它可能它就没有办法去操作 使用这一些部分 但是透过我们刚刚的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想来介绍一些实际的案例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跟这些相机一起组合 那甚至我们可以跟更多种相机一起组合 对不起 好像画面没有办法操作得很顺畅 好 谢谢 那这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内容 像这些案例来讲 我们想要介绍就是这些案例 这是在上面的相机来扫描 之后来确认位置 然后由机器人来捡货 那它捡货的精确度是0.5以下 所以它可以很正确地 把这些东西捡货好放上去 所以这些产品的高速化 就可以透过机器人来进行 所以 透过自动化就可以进行一些组装等等 除此之外 也可以像这些输送带 它会把一些商品送过来 那通常呢 我们在捡货的时候呢 可能就需要先固定才可以捡货 但是呢 本公司是不需要这些装架就可以把它捡货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3D的方式来进行辨识 那这个就是呢 Being Picking的上面有很多的相机 那我们在轴的固定的上方呢 它有相机 那所以呢 透过这个相机就可以来确认 再来是本公司 透过本公司的软体 就可以去做类似这种透明物体的捡货 因为相机它就已经装在这个机器人上面 它有非常小的相机在上面 就在这个机器手臂上面 它非常小的一个相机 像本公司所使用的相机呢 它本身也并不是用说真的非常厉害的相机 但是它只要是这些东西 只要是需要一些精确度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它很精准地把它挑选出来 如果用人的手去捡货的话呢 可能会去算它的数量等等 那如果人去算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算错 但是如果说透过机器手臂的话 它就可以非常精准地去算出 它到底捡了哪一些货 那再来研磨机器 它捡了货之后就可以放到研磨机器里面 好 那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把这些物品先挑出来再放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流程大致是这样子 它把圆圈圈很多的东西把它挑出来 也就是人类没有办法辨识的东西 也可以透过机器手臂来辨识 人如果一直看这些圆圈圈的话 其实人的眼睛会疲劳 辨识都会越来越差 但是机器人并没有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FA相关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相关于物流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也有介绍过 也就是它在减货的时候 在物流相关的减货 它会符合各种形状来减货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 那像这种比较长的东西 它就不需要两个吸头 才可以去把它抓好 那像比较大的商品 就需要三个吸头才可以抓稳 那比较细长的呢 就需要两个吸头 才可以把它吸起来 那像这种算是 随机取物 同时呢 它也会让 让这个机器人先做一些学习 然后学习之后再来选取 那有时候呢 它不需要学习 也可以做这些选取 这也是 像这个目前的操作 是事前没经过学习的 它也可以操作得很好 那像类似 透过这样子的相机的话 它就可以从输送袋当中 去选取一些 它需要选取的物品 那这个是跟 调码的这个读取机 来做配合 也就是这个不用让它学习 它只要东西选起来 然后让中间的这个 barcode的这个reader barcode的读取机器 让它读了之后 然后再放下去 所以这个它本身 它自己可以判断 那刚刚是从输送袋上取货 那现在是从箱子当中 把这些货放到输送袋上 所以它可以配合各种形状 来做选取 那这个是使用川崎的机器员 来做的一片一片 或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选取 那我们现在所选的 现在所取的货呢 就是像衣服一样的东西 如果是3D的话 因为它本身 因为没有深度跟没有重量 所以呢 本身它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在这里 好 那这里是本公司的新的软体 通常 那我们就会先选取 然后拿了再放下去 那我们呢 就通常 我们在取货之后呢 我们会好好地放在 这个箱子里面 同时把它排列整齐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物流的这一些配送的公司呢 它就在配送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会让这个箱子里头的空间 产生浪费的状况 像 只要有AI的地方 那它就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你选了之后 你应该要把它 要把它放在哪里 那同时呢 它会自己演算之后 只是这个机器手臂 应该把这个物品放在哪里 好 那接下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 机器人的这个动作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是 这是共同协作的一个方式 相机是放在右上角的 这个箱子的上面 而这个相机 它本身是会拍摄 它并不单单只是拍摄相机的外部 它会 它呢就会去选取一部分 然后去判断它这个是 车子的车种 然后就被它资讯 送到我们的机器手臂 然后用讯号呢 把车 这个车子 或者是说 现在这个输送带呢 它输送的这个误差范围 告诉我们的 这个机器手臂 那么每一次 透过像这样的状况 这个输送带都会把车子送过来 所以它的这个误差 大概会有五公分左右 那么这个误差呢 也都会告诉我们 现在设置在这里的这个摄影机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蓝色的线 会有一条蓝色的定位线 所以只有这一小个部分呢 我们会用AI的识别 来去判断它的车种 好 那么下一个输送带又来了 在这里我们会拍下这个照片 会摄影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我们用这种3D的CAT比对的方式呢 可以来去知道它的一个大小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凹凸 或者是说在融接的时候 焊接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瑕疵 都可以去判断的出来 还有像这个有一些凹凸的部分 这些凸起来的部分 我们也要去把它研磨 把它打滑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向 还有这个是做这个鞋子 它要去进行一些处理 垫匠的这个处理 好 这个男鞋 或者是说要把这个鞋底 固定在这边 要去确定它的尺寸 然后固定的时候呢 不是这么的容易 但是在这样的机器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女鞋 然后这样子是多少的这个尺寸 我们就可以用AI的这个视觉来判断 好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